《一話一世界》新聞看時間 大家好 我是周岩 在英國議會否決了 首相特雷沙梅的脫歐協議之後 反對黨工黨提交給政府的 不信任動議在表決中被否決 梅姨顯過關 畫面上 深夜裡的這場記者會 黑暗的背景當中 身穿寶藍色外套的梅姨 轉身走進首相府 工黨希望通過提出不信任動議 成功爭取提前大選 將梅姨拉下馬 在英國當地時間星期三晚上 舉行的不信任動議投票當中 支持政府的票數是325票 反對政府的票數是306票 成功闖關之後 梅姨將和各黨派合作 共同尋求脫歐出爐 不過 留給特雷沙梅政府的時間 並不多了 3月29號 脫歐大線擺在那裡 攝影師捕捉到了這樣一個細節 梅姨的手拍著 英國環境食品大臣的背上 稍微鬆一口氣的感覺 下個星期 她要提出新的協議草案 再上國會 梅姨這一次面對的形勢 更加地嚴峻 她在國會中 沒有屬於自己的大多數 難以保證她的中間路線 能夠順利突圍 她的很多批評者 對於應該選擇更加激進 還是更加妥協的妥方式 更是無法統一 這兩派相互衝突的基本立場 讓她領導的政府面臨撕裂 朝鮮勞動黨中原委員會 副委員長金英哲 飛往華盛頓商討 第二次美朝峰會的安排 到底在哪裡舉行呢 有日本媒體報導說 華盛頓已經向平壤提議 下個月中旬在越南 舉行第二次美朝峰會 不過雙方都沒有做出正式的回應 越南民眾正忙著準備過農曆新年 選址這個大難題 還是交給政治家們去傷腦筋吧 當中的政治意義和象徵性 不可小覷 對於特朗普和金正恩來說 正式會談之前的交流 也非常地重要 第二次特經會的地點 到底會在哪裡呢 從亞洲到歐洲 再到美洲 外界的目光 從來沒有停止 在世界各處尋找 這是在社交媒體上 新奇的一個新的挑戰 給土豆化妝 世界各地的化妝高手們 拿出了他們的美妝畫筆 給土豆改頭畫面 這種趨勢可能聽起來很奇怪 但是網民們卻投入了極大的熱情 原本是個開玩笑的視頻 卻激發了很多靈魂畫手的創作欲 只有想不到 沒有 做不到 以上是今天今天視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見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